臺灣最重要的現代畫家之一 習德靖將繪畫題材注入了濃厚的鄉土色彩 今年是習德靖逝世三十週年 國立意識博物館推出特展 來懷念這位熱愛臺灣的畫家 飛越的霧脊 襯著藍天 金碧輝黃色彩繽紛的電影 這幅臺北孔廟讓人情緒高昂 熱愛傳統建築的習德靖 生前常常四處逛廟 不為祈求神明 只為領受美的席禮 畫臺灣本土的景觀 那麼也是習德靖首創這樣的一個畫風 習德靖早期的畫風深受馬蹄絲的影響 但二次戰後 他從四川來臺灣教書 卻被臺灣亞熱帶的光影所吸引 一九五五年 他放棄了教職 成為全職的畫家 這幅《衛小機者》還有這幅牛 都是他早期以畫維生石的作品 一九六三年 習德靖到美國和歐洲旅行 畫下了許多幅描繪法國街景的畫作 但西方藝術的強大漩渦 卻沒有令他迷失 反臺之後 他反而更進一步的專業描繪臺灣風景 帶頭倡導維護古蹟和廟語 為七十年代的畫壇掀掀起了一股鄉土的運動 把西方的一些美財跟技巧 然後來表現中國的東西 習德靖一生致力於繪畫的創新 晚晴更著力於水墨的現代化 今年是逢他逝世三十週年 國立歷史博物館特別展出了他的四十五件作品 要來呈現這一位一生熱愛臺灣的畫家 繪畫上豐富又多元的面貌 記者黃培山 陳信隆 台北報導 文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